很高兴又在大法谷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 台湾地区呢每年一到冬天就会有缺水的问题 而且呢一年比一年严重 最近呢甚至在春夏季节也会发生缺水的问题 很多的农地因此休耕 甚至影响到民生跟工业用水 影响的范围可以说是非常的广 那么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我们究竟该如何来面对这个缺水的问题 在台湾缺水啊 很难想象 因为台湾的四周都是水 怎么可能是缺水的地方 而台湾经常呢 有台风带来水患 怎么可能缺水呢 但事实上台湾常常会遇到缺水 三年两头啊 会啊有缺水的这些情形 只要几个月不下雨 台湾就会发生水荒 其实像这样子的问题呢 我们到了 中国的西白边江去看一看 那这黄土高原呢 那缺水才严重呢 那些地方的人呢 他们用水就像用黄金那样的珍贵 他们要用银水啊 要从啊好几公里路以外的山下去啊 调水上来 而不是用自来水的 而我小的时候啊 出家不久 我们在山上喝的水啊 也是从山下一淡一淡的调上山的 还有呢 是用雨天呢 下雨的时候 房子上的雨水 就系下来 一个缸一个缸的水缸啊 把它存储下来的 所以说我们用水啊 也是非常的继神啊 我有一次用了一盆水在洗脸啊 我的师父就来 几乎要揍我了 他说这个水 你晓得一盆水很不容易的 挑一淡水上来上山 要花多少时间啊 你这一盆水 你看一看 就去掉半淡水了啦 因此呢 水 水 有的时候还是要精神 精神用水是非常重要的 而我们台湾呢 大家大概没有这个习惯了 现在我们抽一抽马桶的水啊 这个一冲啊 就是一大缸水就冲掉了 一一冲啊 就是几个人的水就冲掉了 这个是非常浪费的 现在我们在纽纽约啊 美国的纽约啊 也在寄身用水 而鼓励呢 不管是厨房也好 厕所也好 都用水量啊 尽量的减少 美国并不是一个 像我们台湾这样子 出水的地方 但是也有这个 荒 这个水汗的机器 我看到这个加州 以及夏威夷 这些地方啊 他们的水不是很少啊 可是他们也寄身用水 所以说我们呢 在台湾来讲啊 我是主张啊 要寄身用水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寄源 寄流 另外一个开源 我们现在台湾的水 开源呢 很不容易开出来 现在台湾的水啊 这高山上的水 多被污染了 一个是农业的污染 另外一个呢 是从大陆来的 叫做酸雨 的污染 也就是一些工厂的 这个空气的污染 而变成了雨也变成污染了 所以像我们过去在大陆啊 天上的水 雨水可以吃 现在的雨水 大概最好不要吃 这自己 引用雨水是有问题的 还有地下水 抽 抽了会抽空的 最好地下水能够少抽一些 抽空了地下水 这个我们那个土地啊 会落成的 所以台湾的西部啊 渐渐渐地渐渐地再往下沉 还有我们台北市啊 也渐渐地啊 往下沉了 这是因为地下水 抽的太多了的关系 所以我们将来 台湾呢 如果地下水抽的多的话 这个台湾就不见了 就掉在海里去了 如果我们这个 怎么靠这个山上的水 山上的水回来又来啊 又不能够吃了 所以是这 现在台湾的水啊 非常的这个严重的 我是普劝大家呢 能够啊 寄生用水 就是从寄生用水 然后如何地能够啊 使得已经被污染的水 给它 给它清击 还有呢 能够使得 这个水啊 不要被污染 这个几个 几个项目啊 来 去来改善的话 我们台湾的水 可能还会啊 有一段时间 可以有的喝 否则的话 台湾的水 越来越少 我们人不能离开水 离开水以后 就有问题 那么站在一个 副教徒的立场啊 我们在过去世 带来的福报 是有限的 我们只要多用 用过 用完了的时候 我们就是灾难就来了 不是说马上就死亡啊 就是在生活里边呢 就是 这一些物质啊 就对我们来讲 我们没办法用它了 或者是呢 用不到了 因此呢 即使是唯一 我们呢 马上可以做的事 这要改善的环境啊 希望我们大家呢 共同的来努力 包括政府的 以及呢 社会各界的 共同呢 来努力的话 我们的后代 可能台湾还有水喝 否则的话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 都有问题了 都要活不下去 我们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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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都